广大的高血压患者呀 很多都在吃降压药 到底这些降压药和饮食之间有没有冲突 需要注意哪些饮食问题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呢 就把这个话题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 讲清楚 视频不长 大家耐心听完 在现实生活中啊 好多高血压的朋友吃降压药呢 会找专业的医生去咨询啊 说饮食当中有哪些问题 当然有的医生会给仔细说说 但是更多的时候呢 得到的答案是和饮食啊 没有太大的关系 可以放心吃 实质上来说 如果细致讲 这个某些降压药 还是和饮食有一些关系的 今天呢 我们就把几大类降压药 分开给大家说一说 我们现在啊 高血压患者吃的降压药啊 主流的就是五大类 狄瓶类的 沙坦类的 普利类的 β受低肚子剂 还有利尿剂 这其中呢 这个每一类药物 其实啊 都多多少少和饮食有一些关系 比如说我们说的第一个 狄瓶类的降压药 狄瓶类降压药 如果说你吃的这个狄瓶呢 是肖本狄瓶 菲洛狄瓶 或者说呢 是维拉帕米 这三种 这个狄瓶类降压药 实际上就是钙离子结抗剂 维拉帕米不叫狄瓶 但是呢 它这个 也是属于这一大类 如果你吃的是这三种 大家注意 要尽量的 平时吃水果 不要吃西柚 甚至呢 柚子类的食物 啊 这种水果都要少吃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类水果当中 富含 肤南香豆素 肤南香豆素 它可能影响 肝脏的这个 细胞色素酶 P4503A4 而这个细胞色素酶 P4503A4呢 正好代谢 咱们刚才提到的 肖本迪瓶 菲洛迪瓶 还有这个 维拉帕米 所以说呢 它影响到这个酶 这些个药物的代谢 就出问题 就可能产生药物的蓄肌 就可能带来不良反应 这是我们需要 这个注意的 一个饮食问题 那么除了 敌瓶类药呢 现在用的多的 就是普利类药 和沙坦类药 尤其是沙坦类药 现在好多人都在吃 那么这两类药 在吃的过程当中 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张大夫提醒大家 要注意少吃盐 因为当你盐吃多 高盐饮食的时候 会降低沙坦类药物 和普利类药物的 这种降压疗效 而当你控制食盐 就是低盐饮食的时候 也会让这两类药物的 降压作用明显的 得到改善 所以说呢 大家如果说 你都高血压了 都吃沙坦 或者普利类降压药了 尽量的 咱把咱吃盐多的 这个习惯改掉 当然啊 对于一些 容易出现低纳血症的 或者说呢 有户外体力 劳动出汗多的人来说 那另当别论 那不一定 那可以适度的 多吃一点盐 说完沙坦和普利类降压药 就要说 北塔勒克 这一类药 北塔勒克这个药 实际属于 北塔受体组织剂 但是北塔勒克 有两种剂型 一个是九十酸 美托洛尔 一个是琥珀酸 美托洛尔 缓氏片 北塔勒克 它的学术名词 就是美托洛尔嘛 对于这个九十酸 美托洛尔 就是北塔勒克 普通片 建议大家的 餐前吃 因为 一些医学研究显示啊 这个北塔勒克 普通片 如果和 进餐当时 和进餐 同时进 吃的话呢 它有可能啊 增加这种心率慢 或者说 慢性心率失常的 发生几率 只是说 有些医学研究 的确是在指出 所以说呢 我们尽量 如果说你吃的是 九十酸美托洛尔 这种 北塔勒克 普通片 我们尽量餐前吃 当然 琥珀酸美托洛尔 缓食片 就是这个 北塔勒克缓食片 这个跟进餐呢 没有太大的关系 餐前餐后都可以 说完北塔勒克 我们就要说 利尿剂 利尿剂呢 用于降血压 主要是两 一个是清理赛琴 一个是尹达帕安 他们呢 平时容易引起 尿酸高 容易引起低血甲 所以说呢 如果在吃 利尿剂的同时 尽量要注意 低嫖凌饮食 因为本身这个药 就容易引起 尿酸高 你再加上 高嫖凌饮食 整天出去喝酒 出去应酬 喝寒糖饮料 这些风险因素 增加的话 它这个尿酸 就更容易升高了 这是一点 饮食上的禁忌 再一个呢 就是低血甲 大家在吃这个 利尿剂 作为降压药的同时 一定要注意查血甲 甚至呢 平时要注意正常饮食 千万别 这个进食 自己不吃饭了 这个时候 再吃着这个 利尿剂的话 就容易低血甲了 这也是提醒大家的一点 希望张大夫 今天关于这种 吃五大类 不同降压药 与饮食之间 关系这个介绍 能让广大的高血压 正在吃降压药的朋友 更加深刻的 知道这其中 需要注意的点 如果大家觉得 这个视频不错 可以点击关注 可以点击收藏 也可以转发给 身边有类似问题的 亲朋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张大夫 感谢观看